蒙兰拿饭盆打碟,笑喷了多少人 但是如果你看过这个画面 就知道三太子这都是遗传的谁 这,就是蒙兰的亲妈,蒙蒙 蒙蒙是一个神奇的妈妈 没到妈妈时,她贪婪好动 做了妈妈之后,她温柔宽容 最喜欢和孩子们玩 就是玩起来,比自家的娃还活泼 比自己的娃更像个宝宝 蒙蒙的这张照片,感动过很多人 都以为她是一只乖熊 但是没想到蒙兰转过身 就拆桥,玩菜刀 还一屁股坐死了一条蛇 本期《潮流白皮书》 就带你认识这位曾经的北洞影后 生有五个蒙蒙的孩子的超级妈妈 天哪,瞧要给她探 蒙蒙蒙纪念十七岁 蒙蒙纪念十七岁 也相当于人类的六七十岁了 但是你看,这是她现在的模样 是不是依然风韵犹存 还是很年轻的样子 蒙蒙2006年9月 出生于四川沃龙核桃坪的熊猫野化基地 蒙蒙的母亲是大熊猫鹰鹰 父亲是大熊猫玲玲 一岁多的时候 北京动物园给了蒙蒙北京户口 把她请来了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 蒙蒙只有一岁零三个月 刚到北方 她也很不适应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 蒙蒙才慢慢适应了环境 逐步恢复了食欲 每天吃四顿主食 外加两盆加盖牛奶 度过适应期之后 这位少女也长大成人 日渐展现出她活泼外向的性格 六年时的蒙蒙贪玩好动 特别喜欢和游客互动 喜欢自己受到关注 只要发现有镜头对着 她会主动到玻璃窗前 摆出各种姿势 人越多她还越 北京动物园对熊猫们进行了 站、握、踢腿等一系列动作的训练 蒙蒙是做得最到位的第一名 奶妈奶爸们没有不喜欢她的 蒙蒙学习能力还特别强 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 她掌握了各项才艺 树上瑜伽、轮胎芭蕾 都是她的强项 说到这儿 您也许也不奇怪 为什么三太子蒙满的运动细胞 也这么强了 随着蒙蒙的长大 她开始圆脸体肥 气质较憨 因为同在北京动物园的 熊猫姐姐英华 被称为大胖 蒙蒙就被叫做了二胖 那几年 全国的奶爸奶妈们一致公认 整个熊猫圈子 这么多女熊 只有二胖蒙蒙和生活在哈尔滨的四家 是最好看的 所以江湖上就有了男四家 被二胖的说法 蒙蒙也自然成为北洞影后 是人见人爱 2012年 蒙蒙六岁 该谈恋爱生宝宝了 为了调整大熊猫的血缘关系 维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蒙蒙被送回老家四川 那里有更多优质的同年龄男熊 找到如意郎君的机会更多 蒙蒙就开始了在四川的生活 2013年8月 七岁的蒙蒙当上妈妈 她和大熊猫永永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兄弟 而随母名 兄弟俩叫做蒙大 蒙二 蒙大和蒙二继承了妈妈的优良基因 出生以后跟妈妈生活了一段时间 因为妈妈有北京户口 按照规定 兄弟俩也算北京动物园的 所以 2014年 蒙大 蒙二成年之际 就离开了妈妈 搬到了妈妈长大的北京动物园生活 并且一直住到现在 而妈妈蒙蒙还担负着传播优质基因的重任 熊猫基地 这两只美熊自然繁殖 会生出一个怎样的宝宝呢 2015年7月 蒙蒙妈妈就生下了第二胎 这次是一个独生子 她 也就是江湖上人称蒙三的三太子蒙兰 第二次生娃 妈妈蒙蒙更有经验 亲力亲为地养育蒙兰 也让蒙兰在妈妈身边度过了最愉快的幸福时光 和蒙大 蒙二两个哥哥一样 蒙兰在妈妈身边长到两岁 也先一步回到了妈妈的户口所在地 北京动物园 并且很快在北京动物园闯出了名堂 蒙兰的性格 那几乎就是妈妈的翻版 她也喜欢人多 游客来了 她积极到窗边互动 不仅把自己的竹子拿给大家分享 还在玻璃上和人类朋友玩贴贴 而在四川的妈妈和美兰爸爸 又有了新的宝宝 2018年5月 蒙蒙第三次生育 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的蒙蒙 这次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蒙宝和蒙玉 因为有了蒙大 蒙二 蒙三这三个哥哥 蒙宝和蒙玉 蒙宝也被简称为蒙四和蒙五 至此 蒙蒙生育三胎 收获了三两女 从蒙大牌到蒙五 儿女成群 雄生幸福满满 蒙宝和蒙玉刚出生的时候 蒙蒙将它们同时抱起铁士 这在大熊猫种群中 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在过去没有人工干预的年代 熊猫在野外生存 如果生出一对双胞胎 熊猫妈妈无法照顾两只 天性促使它们只会抱起一只铁士 而另一只就自生自灭 熊猫出生时发育不全 如果没有妈妈的铁士 保持体温 就会出现难以存活的状况 这也是多年来 熊猫数量减少 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 而第三次当妈妈的蒙蒙 打破了生物天性 同时将两个宝宝抱起铁士 是母爱的极度表现 被妈妈深爱着的蒙宝和蒙玉 也在妈妈身边幸福地长大 蒙宝的性格像妈妈 活泼好动 蒙玉的性格像爸爸美兰 沉稳安静 蒙蒙生下老四 老五的时候 已经十二岁 四川的奶妈奶爸们还担心 蒙蒙妈妈带起这两个双胞胎 会不会力不从心 谁知蒙蒙妈妈 熊到中年 依然体力强劲 活力四射 跟孩子玩的时候 她玩得最起劲 比娃还活泼 比娃还开心 如果不看着体型的大小 真的很难分清 谁才是孩子 所以粉丝所幸把蒙蒙叫做蒙小六 也就是比自己的孩子 还像孩子的蒙家老六 蒙蒙喜欢把孩子举高高 只留下孩子们在空中瑟瑟发抖 但是遇到蒙男这种儿子 蒙蒙也只能像所有妈妈一样 心中默念 这是亲生的 妈你干嘛呢 我在征服这棵树 我来帮你 蒙蒙也是极其细心的妈妈 在户外吃着竹子 听到屋子里传来孩子的声音 立马就放下竹子 赶紧回去看看 这样条件下的大熊猫 通常会在半岁到一岁半之间 选择合适的机会断奶 学着咀嚼竹子 2019年的秋天 蒙宝和蒙玉 已经能自己拿着竹子吃了 所以这年的9月10月间 在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 蒙宝和蒙玉 和妈妈蒙蒙 都先后回到了北京 加上已经在这里生活的蒙大 蒙二 蒙兰 蒙蒙和自己的五个孩子 在北京动物园团聚了 孩子们都长大成人 各自成家了 蒙兰的隔壁就住着蒙大 蒙三好像是很喜欢哥哥 时常会来找哥哥玩耍 年纪最小的两个妹妹 现在也五岁了 已经完全是大熊模样了 而蒙蒙妈妈 也快要有18岁高龄了 不过蒙蒙一副 看不出年纪的样子 还是依然火不可爱 这是两年前 蒙蒙的院子里的小水池 正在放水 水还没有放好 蒙蒙就挽起了水龙头 看她这条皮 可爱的样子 真心希望蒙蒙 永远这样可爱下去 即使到20岁 30岁 都还是永远的熊猫宝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